放下里面是以秦职最难放下 真不容易 那佛教给我们放下的方法 最不容易放下的从这儿下手 这个能放下的 其他的就很容易放下 佛教给我们讲三十七道平 给我们讲四念处 三十七道平是有次第的 从四念处下手 四念处是看破 让我们真正明白 观身不尽 这个身体 不干净的东西 不值得留念 要看破 身体里都是什么东西 五脏六腑 排泄出来的你就晓得了 大小便利 身上流的汗 毛细孔排泄出来 都是肮脏的东西 你就晓得 这身体不干净了 叫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想想自己一生受的 中年以上的人 清楚了 一生受的是苦啊 拉拉的落 落是假的 不是真的 苦是真的 为什么 苦不会变成落 落会变成苦 不会变的是真的 会变的是假的 用这个方法教导我们 落变成苦 遇到好吃的东西 吃很快乐 如果叫你 吃十万 吃二十万 你就叫苦了 这落会变成苦啊 打你是苦 打一边很痛 打十边更痛 不会打到最后快乐去了 不可能 所以 苦是真的 落是假的 跳舞很快乐 叫你跳上七天七夜 你就喊救命了 这四十真相啊 你多想想就明白了 所受真正 受苦啊 观心 无常 心 就是念头 你看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他不听 前念 不是后念 后念 也不是前念 绝对不是 完完全全 相似 所以是相似 相续 不是真的 最后 观法 无物 一切法 一切法 都没有主宰 都是无常的 一切法 都不自在 受应援的控制 所以 应援所生法 无数 即是空啊 四年初是 看破 四正情 是叫我们 断我修身 四如意足 是叫我们 放下 放下是真正功夫 放下是真正的 拯救 对 这是我们 不能不知道的 念佛 不能往生 是放不下 真正能放下 没有一个 不往生 所以我们 要用四念初 四真情 四如意足 帮助我们 看破 放下 佛有方法 有手段 教导我们 我们好好的 过过 都有拯救 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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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宝贝